各位旅客您好 我們的飛機目前正經過一段熱帶氣流 請各位旅客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補充安全帶 台股會經歷一段波動 蛤 什麼波動 台灣股市乾穿15年月薪高 不要亂說 可是0050、0056 明天要除前期 要不要買進 還有合作是不是下一檔尾串 看起來好像有點樣子喔 欸 空姐 AMD知識長 班機嚴護了啦 總算來台了啦 下午來台啦 可是台股會不會過熱 AMD 會不會先下機呢 歡迎歡迎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eeFeeFee 大家好 我是空姐Coco 大家好 我是哲哲郭聰 來看一下台股創15個月薪高 欸 0050、0056 明天除前期耶 欸到底還有可不可以買 等一下問一下老師啦 好 欸 合作是下一檔尾創嗎 AMD知識長 班機嚴護 台股過熱了嗎 欸 班機先下機 真的假的 我問一下老師 問一下老師 今天妳穿什麼 妳是空姐嗎 空姐 妳今天穿這個蠻有質感的耶 歐洲縣的吧 妳今天穿起來蠻有質感的耶 妳今天穿起來蠻有質感的耶 妳真的有空姐的氣質耶 妳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妳這樣就沒有空姐的氣質耶 我跟妳說一個秘密好不好 妳說妳說 妳抽到秘密她就說OK 我其實畢業的時候有去飛一趟 然後覺得飛完有點無聊 我就來福利社了 真的喔 妳沒有搞什麼事情耶 你去賣飛機杯嗎 哈哈 賣飛... 飛機跟飛機杯 這是什麼意思啊 飛一趟啊 飛機杯啊 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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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他啦 妳真的妳有貪過空姐啊 在夢裡面的時候 妳說什麼啦 欸我可以 他可以走人嗎 可以啊 欸我跟妳講現在不用擔心 妳在講什麼好講 那什麼都做夢就好了 現在不用擔心了 可以換可以換 可以走可以走了 聽變大講 開一個玩笑啊 那個今天新人沒有來那個嗎 不行儀會也可以啦 好啦好啦 對啊 剛好回來了 奇怪怎麼做一趟 所以真的是做夢喔 做夢啦 開個玩笑啦 一點都不好笑怎麼辦 不要影響我們的收視率跟點閱率啦 不是真的 來來來來 結果為什麼要穿這個服裝 因為台股過熱 對 我們要來吃熱醬 那如果妳能當空姐妳會想當嗎 我會我當地勤好了 妳不喜歡飛來飛去喔 對對對 不喜歡飛來飛去 因為其實那個身體會 身體的狀況會比較 不好 有些女生受不了啦 對 可能身體會一些 就是 變化 荷爾蒙 對啦荷爾蒙變化會比較影響到啦 妳說妳說 主要是因為AMD直行長 班機延誤 所以我就當空姐 來告訴大家 趕快幫他載他過來啦 對載他過來 聽說快來了啦 已經來台灣的啦 從山機場下 山機場下 趕快倒塌 離這邊很近 今天要吃什麼 台股過熱來吃個熱炒 熱炒吃一下 這好像還不錯耶 這還不錯耶 進來一下 三山區 三山區熱炒 三山區 三山 三山 三山快的嗎 三山區熱炒 在長安 長安那裡 長安東路那邊有一大堆熱炒店 好不好 台北市長安東路 這還不錯 不錯不錯耶 請教三位分析好 好 希望台股 會不會太過熱 不吃到 可是台股現在真的很熱 來 妳請教另一位 妳玉凱分析吃 老師妳幹嘛 老師還在吃 妳有配白飯那高興的是不是 有配白飯 這家是真的還不錯吃 這家我沒吃過 我覺得還不錯耶 妳有覺得不好吃的嗎 有 這家其實每個東西都蠻入味的 剛好最近熱炒的題材很夯嘛 對所以我就想說今天 好有白飯 有白飯就OK啦 有白飯 這次白飯很多齁 很多齁 白飯很多齁 白飯好不好 不錯 好不好 這家白飯要不要加錢 要加20塊 要加20塊要聰明嘛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嗎 對耶 是不是 一個怨打一個怨哀嘛 想吃多少花錢 其實我覺得兩邊都有錯 兩邊都講清楚就好 要不要白飯 妳就說白飯妳就限制吃到飽就好了嘛 就不會有問題的嘛 好不好 這是玉凱老師的LINE 來 小老鼠WIN16888 好不好 來 拜託妳 因為我剛才想到妳冷哏我還在神氣 下次不要那麼爛的哏 是對不起 好不好 那節目冷掉了 節目冷掉了 一個節目只能兩個人冷 只能一個人冷 只能一個人冷 那就我冷 你冷 像雞鼎有時候也太冷了好不好 來請教第二位 來何敬林老師你好 我剛剛看到他們這樣 狂吃啊 我有點嚇到 我以為今天 又是什麼特別節目要比賽吃飯了 我有點嚇到我想說 哇 每次還都吃 我該不會 有一檔股票都講不到了吧 你選股 你選股是有冠軍過 可是叫你要參加這種趣味比賽 你從來不會冠軍啊 可以換成體能競賽啊 對不對 每次都跟大家建議說可以搞個體能競賽之類的 上次有一次有比體能的啊 哪一次 就是我們一直在 然後還有那個 刺數的啊 那個baby 養baby 養baby 他也要baby啊 對啊 有啊你也是輸啊 對啊 有啊 想那麼多 我是不想 對我們是兄弟 對不起 對不起 他說那麼多 不想你亂抱怨 你在抱怨什麼 對不對 老師好不好吃什麼 好吃嗎 我覺得這家還蠻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 北科大那個事情的話 我覺得 其實主菜還是重點啊 就像現在台股一樣 主菜是什麼 主菜就是AI AI的股票如果你沒買到 真的不會賺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們今天節目跟大家介紹的AI股票 AI股票 不錯 然後第三位 來 最喜歡吃白飯的 他很LINE 你現在是主持人是不是 反正你點閱率比較低嘛 對 謝謝 果然是兄弟 有倒估 小豬 GD1788 好不好 小豬GD1788 好來 我們請到第三位 最愛吃白飯的 來來來 謝承諺國外教授 你怎麼吃完了 不是剛才鏡頭還沒有take到 你怎麼吃完了 看一下來 這樣吃得飽嗎 你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你是不是已經吃飽了 你怎麼先吃白飯了 菜鹹 是不是要飯來配 來給他飯 要飯了給他飯 沒有飯 沒有關係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要飯 放到眼前 飯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用 就是 把它吃完 要飯好 來來 欸飯過去一點 這這麼多 吃完那你慢慢配 這個齁 有時候再加三柱香 好 我覺得這麼多飯 你應該要給五顆星的吧 你不要 你不要 再拿個水果給他喊一下 來來來 這個我絕對給一心啊 米其林一心 米其林喔 米其林不是我 福利社米其林一心 你可以不要打錯字 欸 恩典不要打錯字啦 是恩典嗎 恩典說是你打的 恩典啦 你看這七分鐘是恩典啦 這恩典給我亂怪人喔 是一顆星的星 不是我的一顆星 來 欸 欸老師 去把它吃完喔 真的真的 你吃得完嗎 可以可以可以 吃得完 可以嗎 確定 確定 再吃 來 我們就 你是不是真的每次我避免引起來賓 你製作單位之亂 我們跟你講我們不造假喔 我們就跟他 給他穿插畫面 好不好 你現在吃到哪個進度就對了 吃到哪個進度 欸 真的不會吃喔 真的要吃喔 不然你一碗就浪費了 對 他從禮拜天餓到今天 玉凱他比你還會吃 玉凱你行嗎 我不行啊 看我身材就知道我吃不多啊 對啊 這個好笑 我居然這邊都是幽默耶 怎麼辦 他又是太常吃所以吃不多 我偶爾吃吃很多 偶爾吃吃很多 我們你要再來關注一下 玉凱那個人生最大的費用就是化妝打陰影的費用 好 好 你不要側臉 你不要側臉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請教 下個單元啦 不要理他們啦 福利社三大保證 還沒有下個單元 不推練小股啊 不推喔 我們不配合主力 不會出貨給你們好不好 好 我們制度行銷不會 業配認為ETF跟股票 所以我們公平公正 好不好 公開 好不好 三個公好不好 三大保證 你們看一些節目有怪怪的 我們都不會 那上禮拜你看經濟公司 現在日報都在報導CPI 可是我們講了半年講了一整年 這就是我們跟其他財經頻道最大的差別 是的 一比叫做誰專業 專業不是講一些無聊的總經知識 然後覺得我很專業喔 是真的要去解析大盤的方向 然後去解析這些股票 再來專業 我希望投資表 我相信投資表是明亮的眼睛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點閱率最近翻倍了 對 一直在創高 謝謝大家 而且你看我們不是什麼特別頻道 電視台這個 這個 這個擁有的這些節目 我們仍然有這麼大廣大的收視率 謝謝大家 我愛你們 愛你們 好不好 來來 財經大頭條 有請裕凱老師 裕凱老師 來 裕凱老師請你不要側連看大家 因為會有陰影 不會不會 完全不會有這回 誰追你拉近的 來放翻放翻 拉近 拉近 好 團口氣 陳老師把它吃完啦 還是多少 現在的問題不是飯不夠 現在是菜補扣 菜補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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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加點啊 再加點嗎 來來來我再加點 可以喔 那我就不客氣了 真的 真的喔 不要這樣嘛 我昨天也沒吃飯喔 好我們等一下再 白飯 再補給老師 我們補菜給他 沒關係補菜給他 一位來補菜 這麼好啊 補菜 果然是一心的喔 一心的 好 AMD董事長他班機延誤 到底這個AI的班機 需不需要先下機呢 合作會不會是下一檔位 創呢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啦 好 先來看本週重要財經事件 重要財經事件提醒大家 來 今天today呢 這個有這個G20的會議 在印度舉辦 印度的這個橫河呢 是他們的盛河 但是喔有一點髒喔 這個去的話水不能亂喝喔 聽說這邊有人就在那邊喝啦 喝的時候都在那邊拉肚子啊 拉肚子這還算事小 有的是重病不起的 對啊 因為裡面很多排泄物跟那個屍體 是是是 好不好 那在熱門的除泉溪谷呢 有這個試墊以及漢磊 就像那個我以前去過那個 巴厘島那邊 塑溪啊 說一說有人在那邊洗衣服就算了 還有人在那邊散廁所 我都不懂為什麼要塑溪 你知道嗎 塑溪還好吧 又不是叫你幹嘛 塑溪你要滑欸 你翻島你要喝欸 喝那邊水欸 對啊好不好 翻船你要喝那邊水 好來 好 那明天的話呢 有這個美國的六月零售銷售數據 同時呢 欸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到的喔 元大台灣50跟元大高股型 同步都要來做除泉溪 哇 做除泉溪放大一點 做除泉溪 所以到時候怎麼辦 我們再請教古怪教授 今天我們 我最貼會講 好不好 好 來 然後禮拜三呢 就是環球金的除泉溪 然後禮拜四 美國的這個 失業救濟金請領人數要公佈啦 好 然後呢 職業救濟金請領人數是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 當然是越少越好啊 可是太少是也不行 太少也不行 因為這攸關生息 因為太少又會生息嘛對不對 對對對 太少的話代表緊急太好 緊急太好也不行 太少了 你們熱炒店怕人家吃喔 不是熱炒店是另外一個節目 對 搞什麼 對不起 弄錯弄錯了 我們收視率這麼好 弄錯弄錯弄錯了 弄錯弄錯弄錯了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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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啊 一群絆子 我也要 我還沒吃午餐啊 真的好吃啊 真的好吃啊 而且這飯好香喔 還沒吃午餐喔 那個主持...那個一位還有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他最後一碗了 先把他捏碗扣下來吧 對 要不要分一半過來 玉凱你有沒有吃完呢 分一分好了啦 我那都是那個啊 他是叫蛤 蛤蜊蛤啊 蛤蜊蛤啊 不是分一分他會一些菜 沒有 誰老師趕快一些菜給他 甜不辣來一點 甜不辣來一點 那不是甜不辣啦 那是糖醋 糖醋甜不辣 糖醋好吃啊 糖醋豬肉 那飯要不要 對是豬肉 飯也來一點 你們到底多餓啊 是解胖好不好 認真點 好認真解 我在看誰老師整把他吃完 對啊好 那重點是呢 這個禮拜四喔 還有這個台積電的法說會 欸台積電法說會 怎麼樣 等一下跟大家解一下 大家要解一下 重點來解釋一下 好 那我們直接看下一頁啦 那這些股票 等一下儲權期來練一下 好 雅妮光照 家世德 以及富邦金 禮拜三是環球金 儲權期看有沒有儲權期行情 最近都有嘛 是的沒有錯 大概十隻 不要說八九 十隻六七一定有啦 對差不多 儲權期行情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來 好 好 台股的超級周馬 剛剛有唸過這麼多的大事件 好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AMD的這個執行長 我們講蘇媽蘇之鋒 來台會不會再刮起 當初這個黃仁勳這個旋風呢 好 目前的表定日期 7月19號禮拜三 預計呢要有這個ODM伺服器的 這些供應鏈廠商 來交流一下 也來故莊啦 好 那目前受到班機延誤的影響呢 原定7月17號要出席 陽明交大的這個榮譽的博士典禮 取消囉 那市場也關注說 這次蘇媽的來台 會不會釋出超微在AI伺服器 PC以及匯頭晶片等業務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看法跟表態 已經來了 現在已經來了 已經到了是吧 確定了 蘇媽機廠已經確定到了 好 我們第一時間公布的 是 以及這個AI晶片領域呢 在爭搶試戰率的這個策略呢 還有他對整個AI事況的一個看法 這都是目前媒體所聚焦的一些重點 好 那我們看右半邊 好 剛剛講到這個禮拜四 台積電要法說會 那這一次的訪台呢 將與這個MI300X供應鏈來做一個結盟 這是他最新的產品 那主要夥伴當然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是什麼都吃了 蘋果也吃了 輝達也吃 這個AMD也吃了 那其他還有一些半導體的供應鏈呢 包含這個日月光旗下的細品 還有這個核碩 音樂達尾創廣達以及神達 另外長年合作的這個板卡廠 以及這個系統品牌業者呢 也都會出席AMD的這個我們叫做 會後的這個交流會 那核碩董事長同志賢表示呢 核碩集團和超委有非常多的 這個合作的機會 這個是AMD的那個 發表會啦 發表會 發明會 發明會 好 Innovation Day 你說 英文還不錯 可能程度在我之上 謝謝你 美國人的爸爸不要這樣說 美國人的爸爸 對 講的有點深 不然怎麼說 那這個核碩集團很多的幹部呢 都會跟這個蘇媽見面 那同志賢表示呢 因為這個疫情期間 遠距教學 遠距工作 這個需求帶動 所以呢讓這PC的銷售是十分暢旺的 超額的購買也影響到後面這個消費意願 因為我們知道說電腦買了嘛 你一台買電腦可能可以用三五年啊 所以沒有那麼快再買 可是呢他會認為說 這個PC產業第一名的情況呢 不會再超過一年 對 可是他認為說時間也差不多了 等一下等一下 是飯吃完了 你飯吃完了喔 沒有炸起來 我在想怎麼沒有啤酒啊 他吃完了喔 啤酒啊 他也太誇張了 KID我不是說畫面要轉移一下 看他怎麼拿吃完了嗎 我有分那個 他有分我辦我 飯喔 分一點點 你整個吃完了喔 他就沒有啤酒啊 所以只能一直吃飯啊 你這很恐怖欸 如果你有啤酒的話 難怪你 他以前的照片 你們可以看他以前的照片 好不好 跟現在減肥 你就是以前這樣吃了對不對 對 他休息一下酒醋 欸 欸欸欸欸欸欸欸 你還是瘦一點比較好看 你以前太胖了 欸欸欸欸欸欸 你講的是那個 酒發酵的那個醋 欸對 我就說那個啊 我 我覺得今天晚上不要吃了 這個應該是一天的 對 今天整個吃完了 可以168減肥這樣會瘦啦 這吃下去今天會胖死了 會行 會行好不好 滿足滿足了 好恐怖喔 那麼晚白飯吃完了 對啊好 九醋小姐在轉圈圈喔 我去往下走啊 好還下一頁 你就製作人 九醋小姐在轉圈圈 吹醋 這怎麼辦 九醋小姐還吹醋啦 吹醋啦 久了就會吹醋我們 九醋小姐 久了就會吹醋我們 我們福利社也有製作人 她是九醋小姐 太久會吹醋你快一點 是不是 他還在轉啊 好 台股超級州呢 台積電接放上陣 好 好7月20號的法說會呢 外資會有八大問 哪八大呢 第一個 AI半導體的需求 以及金銀兩銀的支出 一回九出一回八大 對 有沒有怪怪 今天又歪樓了 好 資本支出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過去幾年 大家看得多這個嘛 台積電到底會不會繼續擴張下去呢 喔 資本支出很重要喔 還有對庫存週期的最新看法 還有邏輯半導體循環復甦的時間點 在什麼時候呢 那除了AI之外 是否有任何復甦的跡象 再來 生成式AI的商機 對於這COAX產能擴張的影響 這是前陣子算太遠 聽說COAX產能擴張來不及啊 來不及對啊 太多了 星雲這些會長那麼兇啊 是是是 哪有錯 最近都在漲這些股票 還有3奈米製程產能提升的計畫 海外布局的新進展 定價策略以及獲利能力 以及今年全年猜測有沒有調整 你剛剛問他目標價多少就好了 這怪是怎麼多問題啊 對對對 好不好 不過每個都重要啊 每個都蠻重要的 好來 好我們看一下右半邊 老師問題是說 這邊也今天有說 台積電有可能下修財報營收耶 是 我會認為當然我們每個 可能會連減到一成耶 每個機構都每個機構的看法 我個人認為說我持中性看法 那我們先來看其他這個外資機構的看法 我們有跟Stanley認為說 台積電對今年的財務預測呢 維持年減 年減中個位數百分點的預期 大概1到6%這樣子 還是維持這樣子 他也是認為說 稍微悲觀一點點 那野村證券就是我說的嘛 大家有可能還會再下修 二次下修 二次下修 乏善可乘啊 大概年減8到10個百分點 好 所以說目標價出來囉 野村證券呢 雖然看的比較不好 可是目標價仍然 從660調到740 嘴巴說不要 身體倒是蠻誠實的 對啊 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夢想 一直夢想成為空姐 結果不是空姐的小姐 來 對我是放空的小姐 對對對 對 要空多久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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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演得不錯 可以了嗎 浮神了浮神了小姐來了 欸他不錯他不錯 他最近哏不錯 就比剛才那三個哏好 好來 對比剛才我 我挽回我的面子了 老師我想要問 就是如果AI他的 不是AI 那個台積電如果說 他對於AI的法說 台積電法說 如果對於AI的常法是 你還是放空好不好 你講咩 因為順序扔掉 他是人心的 他真的放空 他真的放空 他不是 現在最有資格放空 你知道誰嗎 是謝承諺 他吃那麼多飯 血糖上升了 有點飽 是不是有點飽 是超級飽欸 秘魯 我一直在想你沒有啤酒 喝啤酒 再喝啤酒 你就喝酒亂信了啦 對啊 來 好我重來 我回神了 老師如果說台積電呢 他的法說 會對於AI的想法 是偏向樂觀的 那有沒有機會 帶動AI的掌勢呢 我覺得當然是有機會 那有沒有機會 帶動台積電掌勢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 就是說這個目標價 就是有可能實現的 如果他講得非常正面的話 當然其實 現在台積電的股價 已經不算弱了 因為其實在上個禮拜 他已經重新回到這個月限之上 那現在呢 好像快要到600塊 又有一點點的這個靜觀情缺 可是如果說在法說會 他的這個 整個展望是比較正面的話 我認為是有機會 來往600元這邊做一個挑戰 好 那我們再看回到字卡的部分啦 好 快速看一下這目標價 野村證券呢 目前調高到740元 高盛維持在700塊 這個又一個高盛 老師不好意思 我們幫忙幫你改了一下 對對對 好那富邦證券的話呢 富邦證券 也是 高盛改的富邦 富邦證券的話 就是從580元上調為700元 對 所以說其實保底都有700 那現在是連600塊都不到 所以其實只要這個法說會的這個結果 是有一些正向的發展的話 我覺得至少先挑戰600塊再說了 這是非常有機會的一個狀況 好 好 我們看下一頁啦 好 今天的台股呢 漲50點 重點是再創波段的新高 今天最高點來到17346 因為其實在 上個禮拜我有跟各位講過 之前是17346 之前是17346 好像點33之類的 小數點超越 今天好像超過 今天17346.66啦 1734.34 容我們小數點不要 我們看一下好了放大 1736.32 先66啦 66啊 多0.34 66大順 多0.34啦 你要這樣講也是可以 但是其實我必須跟大家講 這過去兩個禮拜 我不斷提醒大家說 因為台股其實老早在上個禮拜四 幾天幾天幾天 就已經先創新高了 因為現在是除全席忘記 那不只上禮拜三 那上禮拜三 上禮拜四就創新高了 對 上禮拜四就創新高 甚至於 有有有有 這禮拜就創新高了 對啊 因為6月到現在除新 加400點 大概300 已經400了 已經400了 對啊 所以老早就創新高了 對 現在你不要覺得說 哎呀才創一點點很弱很弱 沒有其實老早就創新高了 對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波台股走的 還是非常的強勁 那當然現在 至少在指數面看來 好像是有一點點 在前高這邊稍微會拉扯一下下 不過認為說這個大概是短線上的影響 如果說有機會 再次突破把它衝過去的話 其實後面應該還是會有一波不小的行情 可以做期待的 好 希望如此來 來 吉利亞士 來幾人啦 你怎麼看這個行情啦 對啊 會這麼強 行情還是會持續創新高 而且我 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現在在升息的情況之下 資金會持續的集中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很強 但是很多股票也有都沒漲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資金不斷的在集中 在特定的類股族群上 所以我覺得現在選對股票不是嫌 是選對股票更重要 很重要 就像選對老師一樣 好不好 選對股票更重要 陳映老師你怎麼看 不要發呆了 我知道你選糖果了 對不起 飯多澱粉有沒有 那個糖分會讓人家想睡覺 實際上如果我們去看 難怪那家熱草店會倒 就是你這種怕放吃這麼多的人 對對對 然後我又給他留米其林一心 我是給他米其林一心 大家可能誤會 因為我以為星星少是比較厲害 對他最愛人生裡面 餐飲店最多給他三顆星 對啊 對 我想說三顆就很多 其實你看這兩天的K棒 尤其是上禮拜五 就吞噬掉禮拜四那個 K棒的上影線 是蠻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很多人說有沒有過熱 過熱當然有 我們也承認 可是有時候市場行情 不就是因為熱 你才有那個氣氛嗎 跟熱草店一樣 那人很多 客滿在外面要排隊 你才會想去吃 那如果說都沒有人要去吃的時候 實際上那個氛圍也炒不起來 所以如果量還是都能夠維持現在這個水準 我其實倒不擔心 你看今天突然之間 金融股不是狂漲嗎 對不對 表示資因回來 大戶回來大家願意買 就跟我的好朋友基林老師講的一樣 重點還是選股 重點還是選股 今天我今天沒有還沒有到4000億 所以還好這個高 高檔還沒有爆之前 4000大概300億 4400億的一個大量 好不好 所以老師講到重點 熱草店也要夠多人才有好趣 沒錯 才有有趣才好玩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外資今天買超 30億 是 終於這個看起來是重新回到這個買超的一個行列 因為連續幾天大概都是買比賣多 所以我認為說外資大概前一波調節差不多 現在可能開始慢慢要做一些回補了 我覺得只要有這個連續性的話 對台股後續的發展都是正向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選擇 期貨的部分 也是一樣 慢慢的加溫 我覺得這個都算是還蠻正面的一個現象 一天比一天多嘛 一天比一天多 那就是好事情 期貨外資同步也在做多嘛 是的 目前還在做多算 台幣盤中好像一度是貶值 可是看起來熱錢好像還沒有落跑 還沒有落跑 那時候你是AI股啊 老師今天又有新的AI股 我現在點名到新的AI股 像人家問他說拿麥克風 或合碩董事長同志賢 怎麼看 這個AI這些概念股 他是講一講話 他說那個要小心風浪太大了 是是是 結果他自己喔 先怎麼樣 豬站在風格上 也會飛啦 也會飛啦 對對對 因為其實合碩的這個股價確實是比較委屈 我們稍微再縮小一點點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這個位階 如果說相較於其他的什麼 微創啊 這個廣達比起來的話 他根本就叫做美漲 而且呢前面漲了一波 後面又打回原型 那我覺得說 這一波的合碩 最主要是在於說 有這個大戶的一個進場 下面我們幫忙切一下400張大戶 其實你會發現喔 前一波的時候 大戶籌碼是一直在往下這邊 高檔之後就開始遞減 我們不用拉那麼好 我們在K棒再少一點點 對 這邊高檔之後呢 籌碼開始往下做遞減 可是 就在這個階段 竟然大戶籌碼又回來了 回來 不回來還好 一回來馬上股價就跳空漲了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波呢 其實大概 資金有一個外溢的效果 因為其實AI這個題材真的是太熱 很多人擔心會說過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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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講一個題材 如果很熱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先從這個最主流的 一線的股票開始漲 開始外溢嘛 外溢到二線三線 其實現在合作就有這樣的感覺 它不是原本 AI最直接受惠的題材 可是現階段的 開始間接受惠的股票開始漲了 所以說像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到這個 人保啊 或是老牌電子股有沒有 老牌五哥 音業達以及神達 其實這幾天 現在在漲停啊 對啊 看一下音業達吧 音業達其實反而都是之前 比較沒漲到或漲幅相對落後 那些股票開始飆 很誇張 2356 好 有沒有 對對對 帥了帥了 講完開始漲啊 對啊 這都是福利社的獨家 謝謝你們啊 謝謝老師啊 好不好 神達也是一樣 神達也是啊 四肢漲停板 那這些股票要不要追 我覺得現在當然追 風險是比較高一點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 現階段還沒有漲那麼多 或者說還沒有開始起漲的 所以你要就是要嘛 就追第一根 不要追漲很多根了 是不是 第一根來追的話 你看像神達那時候追第一根 我想說第一根 會不會跟之前一樣 啊 串高隔天就拉回 結果沒有 後面再來三根 對 就比較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這是資金的外衣效果 好 資金的外衣效果 是 那這個是 合作嘛 合作這個看法嘛 對不對 合作講完了嗎 合作講完了 那我們看下一檔來 好 來 那這個泰塑的部分呢 我們看看這個走勢就知道了 其實以散熱族群來講 當然走在前面的就是 像什麼旗紅啊 雙紅這些標定嘛 可是現在呢 泰塑其實他也是有吃到AI的這一塊 同時呢他是有雙題材的 因為他有AI也有車用 上半年呢 因為他的營收我確實是表現得比較不好 可是6月的營收其實3.27億 我們看一下這個比對 上半年是16.8億是不如預期的 但是6月來到3.27億 已經有見到回溫的一個效果了 好那同時呢 下半年有所謂的旺季效應 所以法人目前是看好 全年的獲利依然是能夠成長的 就是說今年能夠賺的比去年多 那這樣子股票有一個成長的題材性的話 後續還是有機會做表現 這種就屬於剛剛開始做發動的 而且是價量齊羊 所以這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價量齊羊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你覺得還有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 那算噴出第二根還是第一根 我覺得這個嚴格算起來才第二根而已 所以還可以追 我覺得還要追追第一根 第一根已經來不及了嘛 因為那個上個禮拜五就沒來啊 不然怎麼辦 對啊 那現在通告接好接滿 通告接好接滿 135都看到我對不對 對 所以我認為說第二根還OK啦 而且今天是留個上影線嘛 對還是有機會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來 好下一檔我們看一下偉訊 這個提起過大家非常多次喔 這個伺服器的機櫃呢持續出貨 第一季的這個EPS的0.8 它做伺服器的機櫃喔 機櫃 這金錢毛利不高耶 毛利其實不會不高 因為其實現在AI來講 毛利相對是有拉伸的 而且呢重點是呢 它的高峰通常是落在第四季 那這也是法人的預估喔 全年獲利上看4.5至5塊 你講的是EPS嘛對不對 EPS 全年EPS 那我們可以看到之前呢 它有一波殺的比較急的部分 殺的比較急呢 它大概殺到44塊45塊 它就做止疊了 因為其實以這個 雖然你說它毛利不高啦 本益比給它10倍也差不多啊 所以40幾塊差不多是要止穩的 重點是它今年雖然賺4塊半到5塊 明年預估是賺8到9塊 這麼多喔 對8到9塊喔 記憲明中文也就知道 就算出來明年的喔 對是法人預估嘛 如果說明年真的不要講9塊啦 8塊來講的話 10倍本益比也80塊啊 80塊的話現在才67塊 也還有空間啊 這也可以注意一下的 老師那你覺得像現在追 還是我突破71塊才追 像SENDAO 我覺得不用 像這種股票就是拉回就要買 有基本面題材 有本益比支撐的嘛 拉回就可以買 好 謝謝老師 好不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方向 老師你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可是等一下你要先休息 可是你沒有時間休息 我知道 因為下個階段來看一下 好像熱門我最天 拿新材料跟加壁期 你今天可以用空姐的方式介紹一下嗎 就是熱門我最天講一下 熱門我最天 達新材料加壁期 你怎麼感覺沒有空姐的感覺 他的動作加上儀惠的功效 他的動作 我對嘴儀惠來 儀惠來 沒有做麥克風來不及啦 好不好 好 那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你講一下 你對嘴 然後小韓講話 來來 3 2 1 達新材料 這裡啦 再一次 熱門我最天 達新材料加壁期 好噁心喔 你聲音也比較好聽啦 小韓我說不了 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像被整的小韓 好第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達新材料 達新材料不是那個 雨衣達新牌那個達新喔 不是喔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其實由這個 友達跟這個 藏新化光兩個核子建議 開玩笑的 面板相關的材料嘛對不對 他是面板相關的材料 那其實他是做面板 特用化學的這個部分 像什麼光阻液啊 光阻保護膜啊 乖離液這些的 其實在過去的幾年 其實他這一檔 基本面非常好的公司 因為其實過去幾年 他EPL大概都可以穩定在 5塊多 6塊多 6塊多這個都算是常態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可是去年有掉下來 去年大概掉到4.15元 那今年第一季呢 0.96 大概跟去年差不多 回溫的這個部分喔 可是呢 今年6月份 他的這個營收 已經先創下歷史的次高 所以說其實 這個復甦的感覺 慢慢有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 其實也是有機會喔 趁勝追擊 達新材料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 他從這個上個月的月底 開始做期展 那這一波其實籌碼 也是走得相當的穩健 沿著這個月線往上攻 這檔股票可以來留意一下 好第二檔呢 加幣期喔 當然這檔股票 但主力色彩 他是比較重一點點的 所以說這檔股票 純粹是技術線型的轉強 然後兼之跳空漲停 創新高的 所以我覺得 短線上可以留意啊 就是就依照技術線型 來做進出就好 這就比較不適合長期投資了 好不好 這個比較主力色彩啦 那我們要告訴你風險 那當然我們 我的惡門我們最貼 有時候不是說 你每兩個股票都可以買進 好不好 我們是要告訴大家風險 或哪些股票 真的可以買進 好不好 這個我們節目就是 吃良心善意的一個提醒 好不好 這個以前也有見報過啦 好不好 這個就不多說了 好不好 不如說我聊八卦 可是應該有 蠻明顯的主力色彩 大家要小心謹慎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 何敬典老師 來上全跟宏姬 我們節目都講在前面嘛 柯老師 對不對 今天我們幫你播什麼 播VCR嗎 上個禮拜 就是在同一個時間 在這個時段 這個單元 我跟大家介紹的上全 還穿一樣的外套 穿一樣的外套 有穿一樣的外套嗎 不要亂說 我有換 有換嗎 只有衣服有換吧 零帶一樣 你可不可以 零帶借一下 一樣的內衣 對啊 這樣都被你發現了 配一樣的內褲 都不剪頭髮 我剪了 我剪了 好 上全的部分他其實 要不要看一下VCR 那我們要幫你看一下 你要繼續講 我就沒辦法幫你看VCR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7月10號 上禮拜的VCR 請看VCR 那技術面的部分 最近來講啊 跳空突破了50塊 這個整數關卡 那跳空突破之後 他就一直維持在50塊之上 完全沒有跌 所以一樣啊 短信上來講 是偏多的 哇 哇塞 本來以為自己這個股票有亂流 看起來沒有 我們看7月10號 那個時候多少錢 我們這邊放大一下下 來 那時候 51塊 對不對 51塊 7月10號的時候再51塊 那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現在多少錢啊 現在大概70幾 因為已經兩根漲停板了 67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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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應該就見7字頭了啦 對 因為他的股票就是會持續上 30%嘛 30% 30% 來 51-67 30幾% 對 他就是做網通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網通族群都表現蠻好的 網通什麼 可以講清楚一點 他光通訊的 光通訊光纖產品的研發設計 那他主要的產品就是在 北美那邊 市占率大概78 老師你不要聲音突然變那麼小聲 好不好 對啊 不像你平展自己耶 北美那邊市占率有70% 那我們都知道 拜登他有420億的網路基礎建設 所以他 北美那邊市占率這麼高的話 他根本就是如魚得水 他營收獲率有機會 持續的向上攀升 再講到AI的部分 AI難道不需要高速度的 網通網路設備嗎 因為你如果說AI速度不夠快的話 你跟他講一句話 他跟你回太久 你也受不了 所以呢 AI帶動之下 網路通訊的相關設備 光纖 相關的股票 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那上全的部分 他Q1每股盈余是0.38 其實濟增了66% 這就看到他 他的年的營收 還有獲利 都是持續的成長 那股價我上次跟大家講 他突破55塊 有一個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突破之後 這多頭格局就已經成立了 那我們看到現在的話 他KD指標已經到高檔了 那KD指標到高檔的話 他就一個頓化軋空的訊號 在這幾天 在三天之內 都有持續的再創新高 所以未來三天 都還有機會再創新高 所以任何拉回 只要沒有跌破今天的低點 我認為多頭格局都沒有改變 大家 所以今天最低62塊 所以今天老師 所以62塊也不要跌破嘛 不要跌破 短線都有機會 持續的再創新高 好好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 不好意思喔 老師剛剛有講說比較大聲一點 老師因為喔 因為上次他之前沒有播重播對不對 一直抱怨我們 我們就給他播重播 講說老師大聲一點 就他要跳跳跳的 那時候一直說沒有重播 要求很多 結果我們現在給他播重播 老師我們再有氣勢一點 我們他下單股票 老師來看一下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我在選的另外檔股票叫洪基 洪基 那洪基的部分我們都知道最近 最強悍最強悍的檔股票 大家都在談的股票是哪一檔 偽創 那偽創跟洪基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講到偽創 偽創從5月開始到現在大概 漲了有178% 那漲了178% 你還要再去追的話 我覺得有點太過高了 那偽創跟洪基有什麼關係 如果明了的人都知道 偽創是從洪基分出來的 所以呢洪基的部分 他現在還是算偽大的偽創的前三大股東 那他是第三大 那目前持股還有1.89% 那你就說偽創持續向上漲 洪基他一定會受惠的 好所以洪基受到偽創持續向上漲 他本身受惠 那本身的話 他現在也切入了AI相關的 那最近蘇之鋒來台灣 AMD的總裁 AMD執行長 他來台灣 那其實現在洪基 他切入的AI第一塊 就是AMD的顯卡 他幫現在幫那個 AMD代工RX7600的顯卡 那搭配今天蘇之鋒來台灣 所以今天股價立刻發酵 就漲停了 那今天漲停之後呢 他其實你會發現他營收 6月的營收也是再創新高 所以今天是帶量向上突破前波高點 而且如果加上除息的話 是賺更多的 好同樣 今天的低點如果沒有跌破的話 其實短線啊 多頭格局都不會改變 任何拉回都是給大家機會 進場買進 好任何拉回都是找一個 進場買進的一個機會 好不好 好老師 陳映老師 現在有沒有休息夠了 看起來你今天整個沒氣色 吃太飽了 你現在顏色就像白飯一樣 慘白啊 對啊 都沒有活力了 怎麼會呢 我們今天賠了負了又折冰 不知道你今天來幹嘛 對啊 這不會啊 我今天吃得很開心啊 我們能過啊 因為你今天都沒來幹嘛 吃得表演吃東西 然後畫面我沒完全補抓到 啊0050明天出錢 怎麼看 這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兩檔重量級的ETF要除息 兩檔重中之重 7月 欸 講到重中之重 因為他像 拿那個啞鈴有沒有 他說什麼 我學你 你也幫幫忙 老師往自己臉上貼金 只是每次你做什麼 我就在後面做 就這樣而已 對啊 這樣怎麼是學呢 這樣是剛好 就是我做什麼 啊你先做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好 你敢講 對啊 一定要有人跑在我們前面啊 對啊 總不能說我模仿 我走同一條路 就我跟中你嗎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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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一樣的不一樣的不一樣 你們舉個很奇怪的例子 我講的梗什麼都一樣 他都照講 對啊 那當然因為公佈了00500 我們就一起講 我們先看一下0050 因為0050也公佈了他的配息 是1.9 不過是半年配喔 算出來年化的話大概2.88 實際上大部分買0050的我想也不是真的這麼在意這個席的部分啊 因為畢竟席的部分比較小 所以整體來講 如果你說 可是你可以說嘛 0050股力有增加對不對 對 但是算下來大概2.88 那因為通常買0050的人還是比較在意價差 因為畢竟他持有的股票 台積電鴻海聯發科聯電 中信金、富邦金、中華電信 他不是要賺股力的 對 算價差的 所以我覺得前面有一個小回檔 我覺得其實切入的時間點應該這一波來講 都還不錯 我覺得也不用太在意說 除息前、除息後 我覺得這都還好 如果有比較大的 有稍微有一點回檔 我覺得都是切入了一個時機點 那以再來談0056 因為0056是第一次改季配息 那配息這一天也公告也出來 配一塊錢 這個算起來 殖利率相當驚人 因為 假設我現在不確定 他未來每季能不能遵 遵照這樣的一個節奏 但是這一塊錢算下來 殖利率是高達11.12% 但是注意 這個前面有一集 剛好也是我在講這個除息的那一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那如果你有看真的賺到 這邊嘛 右上角這邊嘛 對 我常跟大家講 就是說每一集的福利社 你都要看 因為我們其實是很努力的 在做這個內容 不好意思 我們畫面又放在這邊 好不好 這邊有連結點一下好不好 那時候0050 除全息的問題 我們有跟大家統計說 前五天是進場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你現在有什麼用 好沒關係 那我補一個好不好 如果你那一集沒看 那因為前面會有波上漲 所以我反而建議你 這一兩天可以做一個調節 但是除完息回來我們講過 百分之百天全息 所以你除息後 如果你前面都沒有買 除息後買進 我提醒你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對 因為沒辦法嘛 就7月18號 除息後可以買進嗎 我也沒辦法 那0056是比較適合 0056是適合除全息 前五天的 前五天 那我們之前節目做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投資必修課的時候有教 有教 0050是怎樣 0050半大號 對 基本上還是以成分股的價差操作為主 對可是0050除息前 會怎麼樣 不一定 會相對 不一定相對比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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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而如果說 你是以價差操作 他當然有一個回檔 如果除全息完以後 0050有回檔空間 記得要買 因為要填全息的機率蠻高的 對 好不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個0050 0056也是一樣的看法嗎 也是一樣 所以這兩個一起講 但是0056變成是說 你在除息前 如果你有操作 五天前有進場 其實這一兩天應該是要賣了 要賣了 你看那個價差 我們再切回去0056看一下 也呼應我們之前 投資必修課 在我們之前投資必修課講的 對 除全息前這邊有行情 所以你有看到也賺到 現在來不及了 你要的話你怕 但是也不能怪我們 因為我不可能每天盯著你 可是問題是 你明天如果你怕了 沒關係你明天第一盤交易 或是10點之前 你可以把它賣掉 最好賺的是除全息前的行情 也許0056 講清楚 0050是除完全息以後 如果有回檔 拉回可以買 因為填全息的機率算高 好不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資料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下台語言來 股市田田圈圈 焦田股幫你圈 刀刀刀刀刀刀刀 老師 吉林老師來 吃老牌電子骨 是 台谷過了還能進場嗎 現在老牌電子骨 越老它是越吃香欸 是阿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你現在手上沒有一老 你真的不會賺錢 就像我對陳彥老師一樣 你看這個家有一老 我對他是把它當寶一樣 那他吃到寶 吃到寶 家有一老 讓他吃到寶 你真的吃很寶 你真的吃很寶 我看到我都覺得好寶 我這個禮拜應該都可以不用吃了 我真的 我剛剛應該不要一直解盤 我要認真看 他真的把他吃完了 我沒造假 嚇到我了 就好像什麼有一年什麼 中國大陸舉辦什麼奧運還是什麼的 有一個人在轉圈圈 轉圈圈 一直轉圈圈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一直看他吃 一直看他吃 小畫面 看陳彥吃到哪裡去 對啊 陳彥老師應該一直看他吃的 台股過熱 老牌電子股 越老越飆 老師 真的嗎 這裡看就知道 這是什麼 偽竄馬 管達馬 技嘉馬 不用蓋牌好不好 加一點神秘感嘛 我看一下 就好像女生就是要穿B基尼 就是覺得很性感對不對 你說赤裸就不好看 赤裸反正不好看 其實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你經驗比較多啦 我想大家都差不多 那下一張 我們看一下台股真的泡沫了嗎 那坦白說 泡沫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沒有破 沒有破的話其實 股市漲勢都會比較強勢一點點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行情就讓我們想到 2020年 2021年那時候的航海王 那航海王那時候狂飆啊 那我們跟這一波的AI狂潮 我們來做個大比較來看一下 現在的AI狂潮是不是已經到達最高點了 那第一個我們從時間來看 其實從時間波來看 我們那個航海王的部分啊 他從2021年的5月嘛 到7月這一波最大波 其實他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醞釀出來慢慢要開標了 所以其實我記得 航海王漲是快漲了一年 只是最最兇悍的是在5月到7月那一波 好那我們看到現在的AI的部分 其實從5月12號到現在才幾個月 不到兩個月 才剛開始難道就要結束了嗎 我認為應該沒有 可是連格說AI寬潮其實 3月份就有來了欸 就有一波了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航運類股其實在2020年底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起漲了 所以真的發瘋的時候 真的發瘋的時候 是在5月17號到7月15號 誒 所以你也差不多啦 那我認為還沒有到底啊 對 那再來就是我們從漲點來看 航海王那一波漲點是漲了2875點 那現在這個AI狂潮只有漲了1859點 還有1000點是不是 對那還有一點空間嘛 那再來看到 平均單日的成交量的部分 那時候航海王到最高有 五千五百七七億 那現在 那平均啦有到六七千億啦 對那現在的話 平均還是在三千三百七七億 有賣現在最近有賣相四千億左右 對所以如果有到達這個水準的話 大家就要不要小金 因為量已經過大了 那跟當沖比已經過重了 當沖比都差不多40%老師 現在 因為當沖真的很盛行 再加上大家推廣的情況之下 本來現在就會很容易 比那個AI那邊比較容易 應該說現在的AI比較容易 跟那個航海王那邊比較容易熱絡 因為其實推廣好多年了 當沖這一塊 那現在就漲AI 那過去是漲航運類股 那再看到波段融資的增加部分 那一波航海王融資增加了819億 那現在AI狂潮呢 是增加了339億 所以我認為還有空間 但是要小心的是什麼 7月14號那天 有一個單日的融資餘額增加48億 是創2021年7月15號以來的新高 那時候是好像52億啊 創新高 2020年7月15號來看一下 上次融資跟這次融資增加那麼多的 相對比一樣都差不多是51上下的 2021年7月15號我們來比一下 2021年7月15號 來 融資 加加加加過頭過頭 180++++ 好 融資怎麼樣 融資在這邊 7月15號 圈一下 是高好高點啊怎麼辦 對高好高點 那我問你一件事 比較常過一件事情 老師你錢去一點點就好 想問你一件事 如果今天融資又增加50億怎麼辦 或者40到50億 我覺得還是不用擔心 因為整體的融資餘額還沒有到 剛剛我們看到的最高水準 那時候到2800億齁 對啊所以我認為還沒有 還沒有結束 我認為還沒有結束 啊玉凱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算是融資增加1克51的話就下來了 是是是 但我的看法比較跟這個居哥類似 我認為說那航運是在當時這種環境之下 因為這個疫情嘛 所以造就了這一波航運的飆漲 那其實這一次的AI 我在比對的話 我會認為它比較像是以前的iPhone iPhone狂潮或者說是電動車狂潮 它等於說是開啟一個新的紀元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泡沫不會那麼容易破掉 好 我覺得這是題材跟產業的關係 我懂啦 就像譬如是軍工 那時候我們也沒到很看好 我是以客人 因為走的比較沒那麼久 軍工或怎麼樣 可是你感覺就是 AI款潮來真的 或者是元宇宙 相對來比較跟AI比較一下 發現AI長得比較真好不好 因為元宇宙我個人也覺得比較像是 電玩遊戲那種感覺 就走不久就小眾族群啦 AI的話真的慢慢推廣到我們生活當中都會看得到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表 所以這些相似都差不多 台幣 那台幣的變化的話 這邊是我們可以看到 沒什麼變 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對啊 那最近的話外資是有一個認錯 你看我們外資的部分 本來台幣貶值現在又升回來了 那先貶值現在又升回來 那就是外資不是最近報告 就認錯現在就是認錯了嘛 因為之前他們就覺得沒有那麼看好台灣的相關的股票 結果都撤出撤出 現在看到AI股票漲起來 他們又全部買回來了 所以我認為 現在還沒有到最高點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部分 下張部分 剛剛跟大家講 現在流行復古風 老牌電子廠 超級會標 我覺得這也是 時代造英雄 時事造英雄 因為我在記得在2000年初的時候 那時候所有的資金都想要去中國大陸那邊做投資 那現在在中美貿易戰之下 其實中國那邊經濟真的很不好 那很多國際的大廠 也不敢去中國那邊做投資 你在那邊做投資賺到錢 甚至是拿不回來 所以現在就很多國際大廠都不敢 不太敢去中國那邊投資 那現在國際大廠不去中國投資 那要投資哪裡 那當然就是中國 越南或者是印度 印啦印啦 對印啦 所以印度要all in啦 可是印度它有法規還有基礎建設的問題 實際上還是沒有台灣好 台灣最大缺點是人吧 對 就是人不足 現在有點快缺電了啦 對 缺電的話 可能也是這個 也是一個問題 偽創今年漲300% 所以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一個 技嘉漲170% 對 廣達漲174% 上次跟大家講就是AI三雄嘛 對不對 偽創 廣達跟技嘉 你那時候不是有問我嗎 我就說這三檔股票就是指標 強者很強 強者很強 那其中強強強又是偽創 現在哪一個人不知道偽創 每一個人都要投資偽創 對啊 連我那老婆上班的大家都知道 說要排隊買偽創 中午那個吃飯的時間 是 然後買了以後都很開心 會計啊 會計的齁 會計人每個都賺錢齁 對啊 他們都在排隊買 我想 他們都在買的話 那就是代表說現在很多人在 聽說他們都買偽創賺很多嘛 對 還賺到一台自行車嘛 對 那台蠻貴的耶 真的很快十幾萬了 我真的是 豁出去了 是你送他的 真好 我真的豁出去了 你對別人比自己好 真的 我最近都覺得我花好多錢 都沒有在自己身上 對啊 愛自己 愛自己對不對 我喜歡你講這句話 愛自己 把那個話給他剪斷 我喜歡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就好了 不要剝 不要剝 不要剝啊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這樣你就會省 之前以後你就可以省十幾萬了 都不用付了 都不用付了 因為他叫你付一筆大的 以後就不用付了 會被整包全部都拿走了 在看你談判怎麼樣 好不好 那再來看到圍影其實也相關的嘛 是偽串集團的子公司嘛 那其他相關股票 包含的營業達 神達 合作 現在全部都被帶起來了 所以現在很多股票 越老是越吃香 那現在重點是什麼 重點還是在偽創 偽創偷去到底怎麼賣 怎麼看 我想大家一定是最關注的 這在比較起來 你看合作有沒有可能真的是下一個偽創 因為他漲幅真的不多啊 是不是 是蠻有可能的 但我覺得重中之重還是在偽創 因為我記得在星期四 偽創要被關緊閉的那一天 哇 那尾盤都在殺了 那尾盤在殺 連帶像廣達 技嘉還有一些就是之前漲很兇的一些 AI相關股票 其實都跟著殺 所以我覺得偽創是這一波的代表 這一波的氣勢 我認為大家一定要觀察這一檔股票 就好像過去的長榮一樣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偽創的部分 下一張的部分 現在很多人擔心啦 雖然你說不會過了 萬一怎麼辦 對所以我們 我們福利社人很好啦 告訴你萬一怎麼辦啦 好不好 對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狀況 那如果說 假設你獲利已經超過50%了 你獲利已經超級多了 你獲利已經超級多了 像AI股很多真的是啦 你這支援隨便一掌都50% 現在很多 那微剩一四天就四根 三四根掌停板了 嘿啊 我剛剛講嘛 像那個偽創從五月到現在 已經漲了178%了 對 那漲了那麼多 怎麼辦 那如果你獲利超過50% 我認為其實啊 要到V型反轉向下的機率不高 到V型畫上圖啦 到V型就是 直接上就下來 對 那我覺得這種機率是不高 所以你可以觀察兩大指標 第一個 NVIDIA 機率不高 NVIDIA跟偽創 到V型機率不高 有沒有辦法續創新高 要創NVIDIA喔 一定要把它射入選股裡面喔 好不好 現在軟體都會有啦 還有就是NVIDIA八月要公佈營收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對 老師因為在放空 發呆的空姐 不是放空股票 來 對 腦子放空 老師我想問啊 就是剛剛講NVIDIA是指標嘛 可是最近AMD也不錯 會不會指標有機會換呢 我覺得龍頭還是最重要的 因為現在你 你是第二名的 要去追第一名的 我認為還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 還是NVIDIA 那NVIDIA的話 最近其實 AMD的董事長來台灣 我覺得會稍微秤一下 讓那個 AI的熱潮不會 不會就是 就淡掉了 那更重要就是 沒有我受不了了 這三位裡面 三位裡面有兩位快要睡著了 你們可以下次不要 不要給他們多白飯嗎 兩個都快要 你知道陳妍老師 你今年最少畫就今天欸 你知道嗎 都不差好畫 來幹什麼的 錄影了 那玉凱你在發呆 沒有 我在聽啊 沒有你該快睡著了 只是眼皮快閉起來而已 對啊為什麼 吃太多飯了 不是有時候 因為主持人的主持的不好看 不好看 所以讓我們想睡著是不是 有可能 你的義務是來搬主持人的 不是吧 之前都這樣子 之前也是我們的主持人 對啊 兩個快睡著了 太誇張了吧 有想搶位了 他們很誇張 不尊重你欸 我想想 我明想一下 我們還是要檢討一下 要檢討嗎 就白飯吃太多了 就白飯吃太多了 對 製作人像是不要趕快 白飯吃到飽 是誰說白飯吃到飽的 莫名其妙 是不是什麼科大的 對啊 是他說的 是他 你幹嘛散學生 學生到時候給你一顆心 給你講的 不要害我們 我也念科大的 念科大的 不是我們覺得這種事情 沒有對跟錯 其實不需要那麼謹慎 你其實 當初你給他三顆心 人家其實也就算了 你又給他一顆心 是不是 我就是這樣子 重點是他真的白飯 也應該給他吃到飽 沒有啦 我幫學生講一下話 因為米其林一顆心 是不錯吃的意思 這剛剛講過了 講過了 先生 先生 他用三次的 三次 先生可不可以趕快醒來啊 是 好 我們來快速講一下 我覺得NVIDIA 八月的公佈財報 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記得上一次 他公佈財報的時候 大漲 今天大漲25% 25% 對 那個也是帶動 帶動 所以八月初 八月初 謝謝你告訴我 這很重要 來看一下那時候大漲 來看跳空 就這個 你看這幾號 我們看日期 五月 我記得是五月中 五月25 來看一下五月25號尾串 那時候股價 跳空大漲喔 五月25號在哪邊 五月25號就從這邊看 那時候股價多少錢 大聲唸出來 大聲唸出來 61.7 61.7到148 所以NVIDIA財報很重要啊 對 華新關也是一樣 我看一下 華新關五月25號多少錢 來 4多少 4979 來 金馬178塊 5月25在那邊 多少錢 47下面178 對啊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NVIDIA財報 是八月初嘛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最近 如果有修正的話 我真的恭喜 還沒有進場的投資朋友 好好 還有機會可以進場 好老師 就是50%的股票 不要怎麼樣 就不用出了啊 不用出了 好 如果獲利超過50%的 不要出 那個獲利沒有超過50%的 那你就要小心了 那代表你追高 你追很高 如果不小心回檔個20% 我認為你就受不了了 跌破五日線就要出產 記得這很重要 跌破五日線就出產 然後法蘭串馬上動 就要很重要 所以老師我們快速看一下 我們快速看一下股票 來 偽創部分就是最重要 這一波最重要的 那我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為什麼偽創這一波很重要 因為 偽創就是輝達的A100 跟H100主力的代工廠商 好 那六月營收是再創 今年的次高 所以基本面非常漂亮 那我們看看 KD指標出現鈍化軋空之後 有三五天就持續一直不斷的 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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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讓我想到以前航運類股的時候 現在已經漲到被關緊幣嘛 那以前航運類股關緊幣 關出來都是更大尾 所以我認為啊 他如果說在這個關緊幣的期間 是震盪的 你注意一下啊 以前這個 還運股我是怎麼樣 增肢 所以如果有誰增肢要注意一下 喔增肢也很注意 要注意一下 他說不想到要增肢 就是有什麼利空 以前關緊幣都會漲 後來是關緊幣就跌 就變跌停板 所以等到關緊幣要是跌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航運股的2.0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好不好 這兩個特色喔 兩年前的事情大家要記得好不好 第三個我們趕快看一下 偉串的五日線 五日線多少錢 我們來看一下 多少價錢 五日線 五日線多少錢 來 130 所以老師130跌破了 不要跌破130 好 幾天之內都要再創新高 如果他跌破的話 就代表說他在這個 關緊幣的期間 可能會出現震盪修正 五日線每天都在動 所以你要嘛就自己設定 要嘛就常常看我們福利社 我們來看現在檔股票 來 好 那同樣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 是在偽創的部分 如果你看偽創的話 你要了解偽創 到底有沒有辦法持續再創新高的話 你也可以搭配觀察 技嘉有沒有辦法持續的再創新高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來講 技嘉已經開始有點震盪了 如果有點開始震盪 就代表說偽創 觀緊幣的效應是慢慢擴散 再看到下一檔 廣達也是一樣 廣達也開始震盪 沒有辦法在三天之內再創新高 那也就代表說 偽創休息的機率非常高 蛤 你就覺得你不是很看好 我很看好 那如果說他震盪的話 他就是在關緊幣之間就休息 那休息的話大家不是可以進場買進 那關完緊幣之後 就有機會再向上再創新高 可是前提是五日線不能破 廣達看一下五日線 來 五日線多少錢 五日線 一百八十九點五 一百八九 他一百八九一百九十元 現在 這目鏡啊 這幾天不能跌破 這管達是最容易跌破五日線的喔 好不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謝謝老師 好不好 那個美女 因為之前我來個新的主持人 然後很多人就說我要換掉你 有嗎 你要解釋一下 沒有 對我們 大家誤會了 我們誤會了 而且謝謝網友在底下留言 要幫我 對阿 一直說我欺負他 沒有欺負啦 我們有些都說說說說的梗對不對 對阿 是說說說的梗 你會難過嗎 會想哭嗎 他演錯了 你演錯了 你不要一直 開玩笑的啦 我們配合得很好 所以我們要換掉 好不好 所以我們節目很精彩啦 好不好 我們節目都很精彩 最不盡力的都是那些 每天在吃白飯的人 好不好 是啊 你剛才跟你講 還叫我幫你加飯 你幹 流空水 還只是白飯 你不要吃太多白飯好不好 吃白飯吃到飽 沒什麼關係 生意又換死於安樂 白飯不要吃太多啦 好不好 來 所以今天我們節目精彩的話怎麼樣 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每週五晚天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教訓影片 最愛的話 謝謝光臨瘋狂股市不立刻 亂年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開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劉西宇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走 走 回家 二月一招 創大股 想先到 開支牆 打 開支牆 哇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是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你會好 你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機 我確實在我好愛 我好愛 我好愛 我看多看空 說下球 都沒有人跟在你左右 賣酒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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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個打動 這個打動 最最高 燒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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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一口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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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